花蓮市公所为了维护清洁队员 夜间收运垃圾人员的安全 全面在垃圾车后侧装设防跌落的装置 并采购安全的头盔给队员们使用 而市长魏佳燕也前往花蓮市环保示范园区 来关心设备装设的情况 也再次提醒所有同仁在执行勤务时 要把自身安全放在地 清洁队员收运垃圾过程中 曾经发生人员跌落垃圾车等意外事故 造成队员受伤 为了加强职场安全 花蓮市清洁队除了加装防跌落装置 今年度在采购高规格安全头盔 提供队员执行时使用 今天是采购我们的安全头盔 来给我们清洁队的队员 我们垃圾车的所有的 在后面车斗在帮我们民众接收垃圾的清洁队的同仁 那在这边我们采购了这样的安全头盔 主要是因为外线市有因为在帮民众清垃圾 在接垃圾的时候有安全的一个疑虑 那外线市也曾发生过有跌倒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主要这个安全头盔是保护头部 那还有里面也增加了我们比较透风的一个功能性 那其实还有我们防 我们垃圾车后面也有加装了防跌落的一个装置 主要就是确保我们同仁不要在工作之余 受到可能有一些安全的一个疑虑 那我们增加这些安全措施就是保障我们同仁 那在这边也要跟我们所有的乡亲说 我们今年度也增加了新的我们的一个垃圾车 也希望旧的垃圾车能够做一个淘汰 新的垃圾车上路 然后也确保大家倒垃圾的一个安全 戴上安全头盔站在防跌落装置上 队员们也感到十分安心 要戴这个帽子感觉怎么样 会很重吗 不会不比之前 之前比较重 之前比较重 这是比较轻 真的喔 比较凉 真的比较凉 不会觉得很沉重压迫 之前那个是很重 因为容易掉 真的 现在这个很 你觉得比较好多了 轻多了 好多了这样 走这个呢 每天要上上下下这个你觉得 这样会很麻烦吗 麻烦是会啦 要习惯 要习惯就好 你觉得安全比较重要吗 对 安全重要 市长卫家燕非常重视清洁队员的健康和工作安全 不仅要求落实直安卫生政策 建立职场公安文化 定期召开委员会议 要落实教育训练 也持续改善安全卫生设备 还有队员们的工作环境 建立会欢迎室报道 请不吝点赞号 请不吝点赞号